廣東話 Hi 大家好 他是識十種語言的日本人 秋先生 大家好 他是來自英國的語言天才Adam 大家好 他就是最喜歡廣東話的 我們幾個都是語言愛好者 喜歡學語言和研究語言的特質 當然有些資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我的團隊一直致力於研究最有效的語言行習法 其中一個最關鍵的部分就是 先將最常用的生字和巨型學好 然後運用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分享其中十組的巨型 用廣東話 English 日本語 我是 我是 很慘 日本語勉強者是怎樣 其實最初頭我以為 哇就是等於是 是這個意思的 後來發現原來 des其實才是等於是 是 英文其實跟中 次序 可能是一對一 I 我 看 好了 解決了 但日文就是 des 是 會 是 發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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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都不太說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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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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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很多 但 太多了吧 日語有其中一個比較難學 他的語感不同 英語 我們但還是但 但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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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 所以 再 什麼 什麼 什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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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比如說 雖然很熱 熱 熱 其實在日文雖然和 但是很難分得開 都是很像 雖然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反差 例如廣東說 雖然會有雖然 但是通常一對 對 生活在英國我們只有一個 你不可以出笨 例如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講英文的時候 兩個都可以說出來 我也我也我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自然地說笨 我認識錯了 對我的耳朵就覺得 很誇張 兩個都衰 我覺得英文衰 雖然裡面已經有點大 其實是 因為我一開始 其實我都會說 我不會說 很大 雖然很厲害 就是受了那個 那個 英語的思想 對 我喜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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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一點 都聽不到 我喜歡 我喜歡 對 好 好 沒有 不想 沒有 沒有 對 對我來說 是有些 不直接的感覺 我喜歡 有 我喜歡 想 什麼 喜歡 你以為學校的意思嗎? 太長了 太長了 為什麼這麼長? 我告訴你 我不是說英文好像是中文 對 英文比較像是韓國 我還想到去韓國 還未完整決定 但我還想到去韓國 我還想到外出 但還想到去韓國 我认为是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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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听起来就是日语 有很多就是也会加起来 把这个错谋 是啊因为日本人的性格 就是那个不是很直的吧 不是很直的 就是那个违惋的那个说法 就是那个日本人的那个 本人的建前 我认为是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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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什么 我们还是不确定 如果是什么要求的 或者是什么要求的 例如说 比如说 那是好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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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认为是 不少香港人去 是 是 是 他们想说 好 你还好 好 那我再来 原来原来英文也有 真的不需要有 你为什么 廣东话 我们中文来说 就比较直接 OK就是很好的 好一定好 Elias一定是好的 还有 那我再来问一个 二 如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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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这个也可以 但是你剛剛就沒說了 因為比較正式的話 如果平常比較正常溝通的話 不用等我來這邊 如果我想去就去啦 日本語可能 什麼語彙是絕對說不定的 如果是也可以不說 作為學日語的人也是覺得很亂 就因為態度有四種 那時候 我先說你不一定要用魚和這個字 你也可以用魚和這個假設計算 距離我就不去 意思就是魚和距離我就不去 下雨我就不出街 那其實是可以 可以散兩名 但英文可以就行 我覺得是一個挺正的字 因為很簡單兩字 一串都二串 但基本上一部if的話可以嗎 Bring Stay at home 不順利就行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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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中文可以這麼簡化 對 好像 好像是 正常 好像 一代 右 右 右 左 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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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 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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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 右 左 右 右 。 了 所以日文的句型真的比較長複複雜 そうですね 而英文雖然我們剛才沒有說到 但其實它的規則又多 有多例 中文在文化這個部分雖然比較簡單 但只是學漢字已經嚇走了很多人 雖然是這樣 我們這三位已經掌握了這三種語言 掌握了秘訣之後 其實學語言很想像之中那麼難 以上就是 學語言時候必學的十種句型 當然還有更多 必須要盡早學好的句型 最終我們留意更多 有關語言的知識 是秋生的頻道 還有他訪問Adam的影片 沒錯 千萬不要錯過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給個讚 和分享出去給朋友看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電下在香港和秋生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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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你倆手上有沒用 可以吃多